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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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聚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来看课本三十九页 倒数第六八十十二行 倒数第十二行 讲到别意扎喊 那么是属于影光部的颂本 比较有可能 他说 玄状所意的句舍论 影扎阿吉某为 他这个字写错 应该是婆陀里 那这个字是岔 那应该是婆陀里 婆陀里是一个比丘的名字 那这是一种 这个婆陀里是一种小枣 他母亲以这个命名 它是一个比丘的名字 那这里写成婆陀里 但这个应该是 如果照原文 它是写婆陀里 好 他说 说 那么做少分阿寒 所以他主要是说 据说 记者论有这个大小二本 但是只看见小本没有看见大本 所以以别意扎阿寒为小本 少分阿寒是扎阿寒经的一部分 而自成部列 二十卷本 这别意扎阿寒是二十卷而已 分为两宋 初宋是十二卷 是有记的 二宋七卷是长行 那么最后一卷 又有记宋 那么记宋部分共有十三卷 五与五十卷本的八重宋十三卷相当 就是这十三卷 跟八重宋的十三卷 那么可以对比 二宋的七卷长行 是如来所说宋的一部分 比对五十卷本 就是仅有四卷 那么从墨卷又是记宋及长行 部分有七卷 紧及五十卷本的四卷来说 这部二十卷本 可能是有遗漏的 就是它没有完整 它只翻译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那么这部二十卷本 比之五十卷本 不只是不同部派所传送 也是不同的组织 那就是他们的编排方式不太一样 几古的大本小本说 对杂阿寒经的终极完成过程 倒是可以提供一些说明 别一杂阿寒 全部有色送 那比对杂阿寒经 那么总共有十七卷 那么这样 与且施地论的摄氏分有二十一卷 那别一杂阿寒有十七卷 加起来 四十八卷里面已经有三十八卷 只有十卷没有而已 那么以此为基础 他说相信杂阿寒经全部刺激的整理 那么设品的分类应该会更适当 那么这一部分是导师在思考 要怎么样 因为他是汇编 汇编其实是整编重编 就是经过整理 然后把汇编主要是经跟论和编 那么另外他把别一杂阿寒 就是他那个赤地要怎么安排 到底什么经要放前面 什么经要放后面 那么神哪一类的东西要放前面 哪一类的东西要放后面 这个经文的赤地里面 那要怎么安排 那么就是他在交代 就是依这样的一个次序 原来杂阿寒经五卷有色诵 原来杂阿寒有五卷色诵 那么这个别一杂阿寒 那么有十七卷 那么这个 这个与且施地论的摄氏分 他是在解释杂阿寒的 有二十一卷 所以就照这个次序来分 那我们也不敢说 导师编的就完全正确了 但是 这样的次序 至少是 至少是因为杂阿寒经是有部的 依有部的 有部的诵本 所以导师一开始就说 既然北传的杂阿寒是有部的诵本 那就依有部的次序 因为我们说过 佛陀灭后 结极经典 佛陀在的时候 那么 有部分 有部分结极 那个是法剧经 在民间已经有了 已经流传了 已经在流传 佛说了什么什么 简单的记 然后大家在背诵 就流传 佛陀灭后 那么结极经典的是大家社 那他怎么个结极 其实 大家社当时结极的原型是什么 次第是什么 其实现在我们没办法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诵本 那么诵本只有三个 北传的杂阿寒 别义杂阿寒 还有铜碟部的相应部 就这三个 那么可以对照的就是 玄奘番的这个余且师弟论 它有部分 就是摄氏分这一部分 是依杂阿寒经来解释的 就是解释杂阿寒经的某些经典 所以如果可以参考的话 那么包括于且师弟论 那么还是纳烂陀大学出来的 那么就是它可能不是有部的 但是也接近有部的 它可能是以有部的送本为主 但是如果依杂阿寒经来看 那么主要就是三个部派 以杂阿寒经来看三个部派 北传的杂阿寒是有部的 说一切有部的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说一切有部 独有的经典 三世时有的 后面会再讲到 那么另外有一个比较少的 我们这里叫做少分阿寒 它是影光部的 比较接近 当然也有其他不同说法 但是这样看起来 导师是就倾向于说 它就是影光部 影光部又叫做加色仪部 那么所以有部的 影光部的 另外南传的相应部 相应部 这个是同叠部的 所以有三个部派 那三个部派 它的编排方式其实不一样 所以它说看这个 别一杂阿寒的编排的过程 它虽然只有二十件 但是这样看起来 它应该是 所以它说是不同的组织 不但是不同部派 还是不同的组织 就是它的编排方式不一样 那我们并不能够说 这个杂阿寒经会编的这个次序 那么就是当时大家设结起的次序 那如果你对照南传跟北传 那么你会发现 它们的次序很不一样 不过导师已经有说了 既然是依北传杂阿寒 就依它原来有部的 依有部的这个次序 那比较依这个 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说 完全就是原来 有部传承 当时最初传承的 那么即使是 有部最初传承的样子 也不是大家设当时最初传承的 那么即使是大家设最初传承的 也不等于佛陀当时最初的传承 因为佛陀讲经不可能 五应诵全部讲完了 然后再讲六处诵 那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这个都是编排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里面 那么很多都是经过编排整理 就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杂阿寒经会编 也编排整理 不过这个编排整理是要恢复原状的 就是要回到最初原来的状态的 这个最初指的是有部 有部的诵词受词的最初 并不是大家设那个时代 也不是佛陀说法的那个时代 并不是这样 所以阿寒经是根本 杂阿寒是根本中的根本 但是不是所有的根本 那这一部分有些就是 因为我们说过大家设结极经典之后 他结极的人数 结极的代表都有局限性 他没有所有的人都来参加 也不可能所有的人 他是第一个只有比丘 只有阿罗汉 只有拒解脱的阿罗汉 而且来参加的阿罗汉 也不是所有当时存在的所有阿罗汉 没有 有的也没来参加 很多都入涅槃了 所以这一些 虽然不是所有 也不是全部 但是他可以说当时 仅存比较优秀的这些佛弟子 拒解脱阿罗汉 如果是会解脱 还没办法参加 如果是拒解脱的比丘尼 阿罗汉尼 我们叫阿罗汉尼 也没办法参加 当时也有很多女众 认阿罗汉的非常多 也是拒解脱三明六通 但是也不能参加 不能参加是一定的 因为他就在一个洞里面 你不可能男女众都在里面 吃的住在里面 所以那也不可能 另外一个结局 所以他只有拒解脱的阿罗汉 那么这一部分 当然我们说不能代表 那就算代表了 他也不是佛陀 当时说法的次第 他不是 他把同类的东西结合起来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要知道就是 扎含是阿含经东的根本 阿含经是佛法的根本 但是并不是 并不是其他阿含 都是扎阿含之后的 不是哦 他是编了扎阿含之后 那么后来越来越多流传出来了 第二次结局之后就编试阿含了 第一次结局只有阿含经 那我们叫他扎阿含 叫他相应阿含 但是后来又有人传出来 我也听佛说这样 我也听佛说这样 我也听说这样 后来有些就把他加进去 加进去 加进去 比如说阿含这一系的 那么阿含的徒弟 我师父曾经讲 然后又加进去 那么大家舍这一系的 那么可能又把 他之前听到的 或是富罗纳这一系的 又加进去 那因为比如说舍利佛这一系的 舍利佛的弟子 舍利佛没有参加结局 但是舍利佛的弟子 应该有参加结局 有阿含的 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 所以也许他听他师父讲 佛陀当时怎样怎样 那么或是他自己也亲自去听到 但是他没有办法参加结局 所以结局完了之后 他因为结局完了就要附送 大家附送完之后 怎么没有我听到的那一句 所以那佛陀曾经这样讲 怎么没有那个呢 所以他又传出来又加进去 那如果是别人的 那就不加了 可是他是自己这样听的 所以他就会加进去 就这样不断流传出来 就不断加 加到最后就变成很多 那变成很多就开始 他也不是第二次结局的时候才分 就慢慢分慢慢分了 那慢慢分就是会把原来 杂阿含的 第一次结局的 那个又抽出一些来 因为类别不一样 放到中阿含 放到长阿含 放到正义阿含 这个后面慢慢会讲 就是他这样慢慢慢慢 后来第二次结局 确定就是诗阿含 其实是这样来的 好 那我们了解到这个结局的过程 当然可能 因为南北传 藏传 那么在讨论这个 当时到底是怎么结局的 包括部派到底是怎么分裂的 那么可能说法上也有一些些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大概就是一 一就是比较 就是北传比较通行的说法来讲 那我们稍微想象一下那个结局的状态 其实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 我们这个杂涵 不管导师怎么编 那不可能百分之百还原 那也要知道 那么但是就是比较接近 那么即使有部的 完全都一样了 那么也不是大家设当时的 因为这个已经经过部派了 所以导师才会讲 现在看得到的所有阿含金 都是部派的诵本 都是部派的诵本 那么没有谁比谁更原始 没有谁比谁更根本 没有 而且有部的 跟分别说部的 南传的同学部是分别说部的 那他们比较直接要讲 他是上座部的 根本上座部的 就是最初的上座部的 但是大众部的没有看到 不过大众部其实是 应该就是这样 上座部是比较传统的 那么年纪比较大的上座 大众是年轻的 那个风格不太一样 比较讲适应这个世间的 那么上座部是依循传统的 那这两个风格不太一样 那大众部所传承的跟上座部 因为根本两部就是上座部跟大众部 那大家设节级的时候 没有什么上座部大众部 但是也有不同的类别 那大家设节级的是以 大家设为主的 大家设比较重 大家设其实是比较传统的人 比较传统的人 那么而且他比较重苦行的 比较重戒的 那这一部分 所以大家设节级完 那个妇罗纳从外面回来 那么他说 关于律 因为第一 先节级的是律嘛 他说佛陀我曾经 那他也是大阿罗汉 而且他出家还比大家设早 妇罗纳 不是说法第一的妇罗纳 说法第一的妇罗纳 回家乡 洪法没有多久就涅槃了 他好像是第一个入涅槃的 就是很早入涅槃了 那另外有一个妇罗纳 就是更早的 可能排在前面十个的 就是吴比丘之后 就他了 他是第六位 第七个阿罗汉 那在耶舍室友里面的 一个的样子 然后他这个 从外 听说大家设节级 从外地赶回来 那么听闻了这个 大家设节级的律点之后 他说 我曾经亲自听佛 这样说 什么样什么样 什么样 可以 开远 那大家这听了 听了时候就 因为 其实也不能怪大家 因为已经节级完了 你要 你要翻案 或是你要改 然后还要把大家再找回来 那佛所这样讲 大家同不同意 不然你就 等一下这个人来讲一个 那个人来讲一个 那 那是不是跟原来的 就是说 你开会 开会这个是大家共同审定的 那么现在你回来说 这个我听到这个 你要就把你加进来 那也会形成麻烦 所以大家就是说 已经制的就不再改了 没有制的也不再增加了 就订定这个 那 因为这样 那么 但是我是亲自 而且他也是大阿罗汉 他的佛地 他的弟子可能就是 那我师父这样讲 或是他们就自己 把这个再加进去了 所以律点 律点其实 我们现在的律也不是 我们现在传下来是 北传有五步律 南传是同牒律 西藏的是根有律 那我们 我们是有五步律 我们有根有律 有这个 有这个四分律 有五分律 有十送律 然后 有四分律 五分律 然后还有一个 不知道什么 根本说一切有步律 根有律 那么总共有五步律 那五步律里面我们 我们现在是以四分律为主 道宣律是以前不是四分律 就摩罗子带来的是十送律 那最初绝起的叫做八十送律 最初绝起的律点叫八十送律 那经典叫做阿含经 相应阿含 杂阿含 所以最初只有 最初只有阿含经跟八十送律 那现在的律 已经不是八十送律 现在的律就是各部各部不太一样 那北传的我们这边是以四分律为主 那个是道宣律是当时 那么以这个为主 那么就形成蜂巢 大家都以四分律 那到益境的时候 曾经想要改变 改成根有律 但是已经形成一个传统 那这个之前 像纠摩罗子 他们学的是十送律 不过就是律点里面 不过导师看了律点之后 觉得比较合理的是五分律 那所以这些律 但是如果从律点里面来讲 最接近原始律点的 可能是大众部的律 就是十送律 那么所以这个讲起来也是蛮复杂 那经典呢 律点是这样 经典也是这样 那因为大家设重视戒律 所以律点是先结局的 优婆理先结局 然后再结石经 所以这个风格不太一样 那到了大家设灭后 那各个部派的风格不太一样 经典也是这样 律点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经 它都有部派的影子在 但是它这些部派的传承 当然都是从佛陀那边来的 但没有办法说百分之百都是这样 那个是没办法的 不可能 不过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这么讲 最重要的大概都结局了 比较重要的都结局了 好 那导师在枕编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尽量恢复到 有部传承的原貌 但是我们说不可能百分之百互原了 好 那这个是在看到这个 这个是先简单 它先简单讲到杂寒经的整编 就是整理 整理编排 好 然后现在来看 翻过了 还没 不是 对翻过了 那另外有它后面有说杂寒经的少数经的意义重略 就是它有一本一本的一本一步一本一本的单行本的那种 一步一步经的这个翻地 就不考虑在内了 因为它跟次第没关系嘛 它就翻一卷出来 那它不是翻十经 然后有次第没有 所以这一部分就不把 因为它还有很多单行本 就一步经一步经翻的 就一个经名一个经名的 那这一部分就 因为跟这个枕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跟次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 就不把它纳进枕边的范围里面来考量了 其实是这样 所以叫做重略 好 来看杂寒经的三部分 他说赤阿寒中的杂阿寒 唐朝益晋 那么益晋是继玄壮之后 那么也去印度取决 他在印度的时间更长 学习更久 玄壮好像是十七年十八年 那么益晋是二十几年 那他说根本说一切有部 皮奈也咋事 他就是学根有律的 西藏也是根有律 他是学根有律 他回来想要弘扬根有律 列举内容的种种相应 名之为相应阿吉姆 这跟南传讲相应部是一样的 那他说这一个名称在巴历五部 巴历五部就是四阿寒 然后再加一个小部 那么中的相应部 名义恰好相合 玄壮在于且师弟认摄事分中 也列举了种种相应 但说极比一切是相应教 监测究极 事故说明杂阿吉姆 那么阿寒经到底要叫杂阿寒 还是相应阿寒 当然南传他就是相应部 那伊南传的研究者认为 北传讲杂阿寒根本是错的 就是要讲相应阿寒 他是翻错的 当然这一部分也很多人讨论 但是伊导师举的这个来看 他说 为什么种种是相应教所集成的 就是他五运六处 那么缘起相应 四地相应 稻平相应 这一些 那为什么不叫做相应呢 所以他不是翻错 不过你如果看 南传一些学者 一些法师 他研究这个结极的情形 那么讲到北传的杂阿寒 他会讲北传的杂阿寒是翻错的 就是说 就是说 应该要叫相应阿寒 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翻错了 那么后来就 将错就错 像这样 言习 然后这个错误 然后就变成 叫做杂阿寒 但是如果我们从玄壮大师 他在讲 一切世界的摄氏分钟 列举相应 但是他说 这里讲到 为什么不叫做相应阿寒 为什么要叫做杂阿寒 那么他说杂与相应 那么 同样是 这个梵文 三优 法 梵文我也不太会了 学了几年 但是毕业后就全部还给他了 梵文 巴黎文 藏文 日文 英文 读研究手 单单要学经典语文 还要 还要学这个研究语文 经典语文就是 他有藏经的 藏文 梵文 跟巴黎语文 还有中文 这四点 这四个是经典语文 那么研究语文就是 日文 英文 你看做研究 不过这个 因为学太多 所以学不会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兴趣 老实讲 我对这个 我对这个语文没有兴趣 还有一个就是 没有再用 没有再用 念的时候会知道 完了之后 没再用就忘了 因为不是你的母语 不是你的根本语言 所以 通常就不太会了 还有就是说 你如果英文底子好 或是日文底子好 那么 你学这些就比较容易 那偏偏我只有国中毕业 我都这个都不会 我总说到国中就没有读了 但是我的中文 相当好就是了 那这一部分我也不太会 那所以 虽然学了几年 但都没有学会了 好 那他说 这个是 一般 一般说 三亚达 三亚达 那么的对语 只是语语不同 在中国文字中 现在讲到这个杂 这个我们以前都有误会 认为杂就是杂乱无章 不对 杂反而是 有次序 有次地的意思 那为什么说讲 杂不一定是杂乱 杂乱我们叫杂乱无章 就是混在一起 那也因为后来的杂汗 它可能一卷一卷 被弄乱掉了 所以后来你就把它编排的时候 它可能发生地震 然后 或是在战乱的时候 然后 捆着 因为以前是一卷一卷的 以前不是这个书 这个是要做方侧板 一侧一侧的 那以前是用写的 一卷一张纸 一卷一卷卷起来 然后放着一卷一卷的 然后可能地震 或是火灾 或是战乱 捆着就跑了 跑了之后 再怎么放出来 有时候放乱了 不晓得 不晓得 谁在前面 谁在后面 所以后来编排 可能就乱掉了 有可能是这样 那不太可能是 一来翻译的时候就乱掉 不太会这样 所以它是 它说这个 砸不一定是砸乱 一玄壮大师 玄壮大师的范文很好 那么 建策 因为它说 建策纠集 建策正是 赤地相间杂 就是这一经在前面 这一经在后面 然后这个段落 就是讲五蕴的 这个段落 就是讲六处的 就是这样 赤地相间杂 意思就是什么 间杂就是 这个完之后 赤地 七重杭树 七重罗网 它有一个赤地 相间杂 那么这个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 有赤地 那么 这个整齐的意思 它杂不是杂乱的意思 所以 它说 监策纠集 事故名为杂 所以这个杂 这个杂是指 监策纠集的意思 跟我们现在认为的杂 的意思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么 很多名词 它会产生变化 就是说 它的这个名词 在古代跟现在 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最常用的 比如说 我们讲说 这个呆 呆若木鸡 呆若木鸡 现在听起来 是不好的名词 但是呆若木鸡 在庄子里面 它的名词是 非常的专注 两只鸡在哪家 这个鸡 一动都不动 像木鸡一样 那其实 那个是功夫 很高的境界 那么另外这样 我们说 鱼不可及 鱼不可及 说这个人笨到不行 不是 以前在孔子里面 讲鱼不可及 是形容 令无子 其智可及 其余不可及 意思是说 这个人 聪明的时候 很多人都可以 像他那样聪明 可是这个人 在显示 不聪明的时候 有时候 你要显示 你的聪明 有时候 你不要显示 你的聪明 但是在显示 聪明这一段 很多人都会 把他的能力 尽量发挥出来 这个人都会 但是在特殊的状态下 你要内练 你要收敛 不要显示 你的聪明 这样才是真聪明 你这个时间点不对 这个地点不对 你还在那边 卖弄你的聪明 那么你就真不聪明了 那么这个 只有宁无子 才做得到 叫做鱼不可及 智可及 他的聪明 随时显现 他的聪明 这个很多人都做得到 但是在不该显现 聪明的时候 他就不会显现 这个很多人做不到 这叫做鱼不可及 就是聪明到了极点 可是我们现在 解释这个成语 就不是这样 你真的是鱼不可及 就是 其实你听到人家讲 你鱼不可及 你就会很生气 我真的有那么笨吗 不是 那如果你知道 这个是在称赞你 不然我当然 一般人也不知道 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这个名词 到最后都有一些变化 不只是这样 还有很多 也都是这样 就是他产生的 跟原来的意思 180度相反 好 那现在讲到 这个杂也是这样 这个杂原来的意思 不是杂乱的意思 反而是 整齐 齐整的意思 那所以 因为这个是从 玄奘大师 把它叫做 杂阿罕 那当然这个 不是玄奘大师翻译 这个是求纳巴托罗 翻译的 不过 他就叫做杂阿罕 所以 求纳巴托罗 也没有翻错 也没有翻错 他就是 也可以翻做 杂阿罕 也可以翻做 相应阿罕 因为他说 这个范文 它是对异 只是异语不同 所以 没有翻错的问题 好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也是我们 以前不知道的 我们以前都以为 杂阿罕 就是很杂乱 不是 我以前也这么认为 但是后来 看到这个才知道 原来不是这样 相应修多罗的结解 修多罗就是经 如 于截论 这个于截论 就是于截师弟论 他现在又简称叫于截论 结己如来正法 如来正法 仗者 色聚如是种种圣语 圣语其实就是 佛跟佛弟子所说的 这佛跟佛弟子都是 都是圣者 不只是佛 阿罕经里面不只是佛 甚至有居士的 虚达多长者的 还有不是 这个职多长者的 职多长者是 居士中说法第一 智慧第一 智慧第一 他也有他说的 所以不只是佛说的 佛法不只是佛说 佛弟子说 也有 那么 杂阿罕里面也是这样 那么色聚如是种种圣语 不过不管是在家出家 都是圣者 都是圣弟子 如来圣弟子 佛法常常讲 多闻圣弟子 多士 多闻圣弟子 那这个多闻 阿罕经里面已经有解释了 在后面有解释 不知道第几经就解释了 所谓的多闻不是听闻很多 这也是其中一种解释 像阿罕多闻第一 就是他听得很多 不过大部分的多闻圣弟子 都不是他听得很多 而是他正入圣道 知道无运无我 这个就是多闻 那么 因为 他反复的熏习 反复的诗文 正入无运无我 知道 知道这个真理 这个叫多闻 那这个在后面 后面前面 前面那地几经就讲这个 什么叫做多闻 所以说多闻圣弟子 那这些都是圣弟子所解释的 多闻圣弟子所解释的 好 所以他说 色气如是种种圣语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令圣教久住世故 要让佛法一直传下去 一直传 以前还是口传而已 我一般来讲 像阿罕经这么多经 那么 有一些记忆比较好的 就可以全部背起来 全部背起来 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没办法 全部背起来的 我们单单要背个一百经 就要背很久 以前我背那个 陈佛之道的记诵 记者论的记诵 百法明律的记诵 也要背很久 可是背有时候会忘记 要背那个戒律 几百条戒就要背很久 那个经就背更久 但是如果你背习惯了 你背习惯了就比较容易 因为你就习惯背 你那个东西常常在用 那么用久了 它就变成 有一种习惯 就比较容易背 但是大部分也没办法背那么多 所以它都是分 你背一点到十卷 你背十一到二十 或是你背前面的五十卷 你背后面的五十卷 那总共有一万多经 所以它要有射诵 要有射诵 第一个第三个 就把它连结起来 背完了再用这个射诵 再加强记忆 然后背那个射诵 后面就牵出很多 一步一步的经 射诵就是这样 所以有些用记忆来 记忆有些就是 把这部经主要的意思 再重用先用记忆 那么背起来 那么就比较容易记 那现在我们大部分都看书 所以比较 比较好像不知道 这个背 背的这种 比较不会去背 那也 很习惯会认为就是 好像佛陀传下来 就是这样写下来的 不是都是用背的 全部都是因为口尾相传的 我们叫辗传相传 好 那么为了让圣教久注释 所以一代传过一代 一代传过一代 那么即使是抄写的 即使是抄写的 也会抄错 何况是用念的 那么很多会念错 也会念错 最明显的例句就是 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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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涅盘的因缘 基本上就是因为 被错了 那个声音相近 那么原来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法巨经 那么他背诵 若人受百岁 不见生灭法 或者说不见缘其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见闻之 他背成水老后了 其实是我们翻译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因 在印度 生灭法跟水老后 声音是相近的 声音是相近的 就好像我常常举个例子 就是小时候我们背 那个成本成本鸡蛋糕 有没有 三十六把刀 那么 骑白马带把刀 走进成本划一跤 可是你仔细想这个意思 你会发现到 画面完全没有办法 建构起来 成本成本鸡蛋糕 是什么意思 三十六把刀 又是什么意思 想不出来啊 以前我小时候 曾经努力想过 成本成本鸡蛋糕 我们会想成本是鸡蛋糕做的 那里面插三十六把刀 你要插三十六根蜡烛还可以 插三十六把刀是什么意思 那骑白马带把刀 走进成本淮一跤 可是小孩子也是这样念 那么很多念我们都不知道要念什么 那么包括我们常常念的 小朋友香蕉油 满地开花二子一 小朋友为什么是香蕉油 这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香蕉油不是 我们就会认识香蕉 那个香蕉油 香蕉油是什么 其实应该不是 应该是一起去浇油 香蕉油 相应的香 然后去浇油 但是满地开花二子一有什么意思 有时候要研究才知道 但是后来因为因相近 这个状况非常多 后来我长大了慢慢知道 原来不是小朋友香蕉油 不是那个香蕉油 是一起去浇油的意思 那这个成本成本鸡蛋糕 三十六把刀 不是这样 是成本成本几丈高 三十六丈高 这个就有意思了 所以像印度背这个肩 因为他们都是用背的 念啊念啊念啊 念一念那个阴就不一样 所以那个生命法的阴 可能跟水老后的阴 就是白路斯的阴 有一点性 念一念就变成白路斯 念一念就变成白路斯 这个在各个民族的 这个流传的谚语里面 都有这种情形 日本也有 他们之前也举过一个例子 我忘记了 好像是说 这个秋天的茄子 不要给媳妇吃 后来大家都在研究 为什么秋天的茄子 不要给媳妇吃 后来其实是阴错 其实那不是那个意思 他不是说不是给媳妇吃 不要给老鼠吃 这个后来我之前也看过一个 就是研究这种阅语的 然后他也是这种声音念错 然后就传传传到最后 大家都觉得秋天的茄子 不要给媳妇吃 那开始有两派 一派就说 因为这个好吃 所以不要给媳妇吃 那这个是比较不好 一个就是那个很冷 那个对媳妇的身体不好 所以不要给媳妇吃 反正就有很多种说法 那其实这个声音 这个根本就错的 就好像你去研究成本成本 鸡蛋糕三十六把刀 你怎么研究那个鸡蛋糕 怎么研究那个三十六把刀都错 因为 因为根本就不是这个样 那佛法也有这一部分的哦 佛法也有这一部分的 所以有时候要做考证 把它厘清过来 要不然你就 你就会一直在错误上 转转转 那么其实你再怎么解释 它都是错的 不管你怎么样合理化它 它就是不对 当然你也可以 尽量把它用佛法来解释出来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这一部分 像类似像这样的佛法都有 我们就说 我之前有几个例子 那个是声音啊 文字也是这样 比如说 到初启大声的时候 就开始都是用抄写的 所以它的始法型里面有抄经 抄写 流通 那像阿弥陀经 这个也是 就是说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是说 抄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六日 一心不乱 那么就抄成 苦一日 苦二日 苦三日 苦四日 若跟苦差不多啊 那你抄的时候 因为他以前抄经的人 他是这样 他不一定是佛教徒 他请人家抄 花多少钱 他要做功德 我们现在做功德都是 写一下他跑会什么 他不是 他做佛像跟抄经 那么他我花一千块 那么请你超级不惊 那他那个都是读书人 但是他不一定是佛教徒 他不是不懂法 他就抄 抄 抄 他自写的抄 后来就变成 苦一日 苦二日 苦三日 那拿到苦七日的版本的 这个阿弥陀经的人 他就问他师父啊 师父为什么念佛要苦七日呢 那你不知道 修行就是要吃苦啊 你不吃苦怎么成佛 讲得好像也有道理 可是他本来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觉得 嗯 也是要吃苦 所以就要忍耐 苦一日 苦二日 因为念佛坐在那边 或是几道也是觉得很苦嘛 可是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啊 念佛是很快乐 怎么会苦呢 那先苦后乐嘛 所以你先受苦 才能到极乐世界嘛 解释起来好像也对哦 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 实际上不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用 我们自以为的 合理化的去解释佛法 那其实这个很常见哦 这个很常见 在过去的主书道德里面 也有 也不是没有 那但是有很多是狭不远离啊 最有名的例子是 比如说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是号称东土的小世家 多聪明啊 但是他认为 所有的佛法都是佛说的 他说这个最初讲华严经 然后列这个五十八教 那个也是想当然的 自己想 另外 这个华华经里面 有时候翻这个全 有时候翻这个翻辨 可是全就是翻辨 翻辨就是全 在犯语都是一样的 但是翻的时候 有时候把它翻全 所以把它翻翻辨 同样一个名词 前面这样翻 后面这样翻 那他也不熟啊 所以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以为 全跟翻辨不一样 什么是全 什么是翻辨 什么是翻辨中有全 什么是全中有翻辨 就开始解释了一大堆了 那实际上 他翻文是一样的啊 那么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啊 那佛法上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哦 不是没有 所以 那如果是 牵涉到主要的部分 那就 那就一团乱了 那像这种 全翻辨这种 还不是大问题 那个是 不对也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那所以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要做研究 其实就是 他比较接近真实 就是错误的几率会比较少 那你有时候你不知道 你哪来的啊 比如说你阿弥陀经 哪来的就 苦一日苦二日 苦三日苦四日 苦七日 你就觉得受苦是应该的 所以你就忍耐在念佛 忍耐念佛 不能一心不乱啊 一心不乱 哪里能够苦七日 可以一心不乱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不合道理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 像经典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 经过翻译 然后流传 它难免有很多 失真失误的状态 这个在大笔佛说 里面也看到 这个布派里面 对于我一些经典 那个不是佛说 那是你自己说的 我们都没有流传这幅经典 那也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好 那还有就是 这个经典的流传中 有一些被变化 被变化了 那以前的人认为 好像 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不是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到 他说 为令圣教九柱世故 以诸美妙的明具文身 如其所应 赤地安部 赤地结局 所以他是赤地相 也就是 他是有赤地的 不杂乱的 所以叫做杂涵 那这个杂指的是 兼策相及 纠及 就是结局 好 那这里讲到一个名词 叫做 以诸美妙明具文身 明具文 这个是佛法里面 也常常会看到 但是这个其实是 从印度的习惯里面说的 明身 文身 巨身 那 这个身 就像五蕴 五蕴身 五蕴和和 为身一样 那么这个身 也是 身叫做 撒迦也 它是积聚的意思 好像运也是积聚的意思 积极的意思 那明具文 文就是 文就是单字母 比如说英文的 ABCD 日文的 REUAL 那我们的 BURPURMUR4 类似像这样 那印度有42字母 那第一个字母是 R 好像它也是 R1 什么 它有42字母 那么 这个就是 只是单纯的声音 没有什么意思 这个是文 但是 如果我们中国来看 文就是文章 很多的字 结成一个文 所以你不能从字面上去看 那个是文 文章的字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字 但其实 印度是众声音的 它是音 一个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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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写成字就是 R E U 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的 BURPURMUR4 那么 一二三四 这种声音 那 英文是 把这些字母 合成起来 比如说 比如说 Apple 它是 它是 APPLE 那这个 这个结起起来 五个文 结成一个字 它就叫苹果 那 这是一个字 那印度也是这样 比如说 眼耳鼻舌声 那么 这个眼 这个眼耳鼻舌声 这个就是字 这个就是字 那 文是声音 文是 我们可以讲 字母 或是 生母 音母 就像我们讲 这个 阿一唯 这种 这种声母 或是 ABCD 这种 那么 句 字 字就是 这些音 拼成一个字 言耳鼻舌声 那么 句 句就是 这些字 拼成一个句子 比如说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比如说 花 花是一个名 那么 苹果是一个名 苹果很好吃 这个就是一个句 苹果是一个名 很好是一个名 吃是一个名 这三个合起来 苹果很好吃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一句 那么 这个字印度在说明 因为它重点都是声音 声音在传播 那么这些声音 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 你可以清楚 我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它就变成 叫做名句文声 那这个名句 都是从文来的 就是 这是声音 这是字母 组成一个字 这些字 组成一个句 那么 所以叫做名句文声 那么就组成 那一句一句 两句多句 就组成一篇一篇 然后就组成一经一经 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这个就是名句文声 那每一部经里面 都是 我们说 这个就是名句文声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一些文章 是这一些概念 文章所表达的概念 那么让 不断的传承下来 所以它说 以诸美妙名句文声 如其所应 这个在讲什么的 这个在讲什么的 五蕴的 这个讲六处的 这个讲缘起 这个讲四地的 这一类是 佛所说的 这一类是佛弟子所说的 这个是专门在讲病的 叫病相应 反正就很多种 那么 次地安部 次地结疾 好 我们先下课 好 好 感谢观看